乃第75味药 是我们的地夫子 地夫子呢 这个药它有名叫做 落走 就是我们哨把 它那个子跳光了以后 老的劲 我们可以收集起来做成哨把 可以扫地用 这次味道是苦寒的 苦寒的药 寒 记住 它味是苦寒 寒呢能够去热 比如说脚变发炎 脚变刺痛 都可以用 苦味呢能够泄 所以说它是非常好 膀胱 比如脚变刺痛 都可以用 那是粒小便的药 但是这个粒小便一定是炎症 膀胱里面发炎刺痛 有尿道炎 我们使用的 膀胱结石 也可以使用 那它的 那个真权呢 如果说 你如果这个阴囊搞完呢 有比较总大 或者是 可以用这个地敷子 也可以做汤来洗 也可以内敷 和阳启石同用 那是专门治疗那个阴 好 这个 阳尾 好阳尾 像那个禁忌 好 是我给它补进去的 好 那有的老人呢 小便 老年人平尿啊 对不对 你不要给他吃这个地敷子 因为你地敷子是本身寒凉的嘛 好 它平尿越平 好 那小肠火偏弱 老人呢 这个平尿是因为离寒 这个时候我们像 我们常常用的乌药 艾叶 艾草的艾叶 都可以去离寒 小肠的寒 这个时候你不要用地敷子 那地敷子呢 可以 煮水 煮汤水 我们有好几位重要 可以煮汤水来洗眼睛 洗眼睛 好 咱们只有眼科的发言 好 眼科的发言 好 这个很好 效果很好